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一切苦恶舍离紫色不依孤 孔不依瑟瑟即是孔 孔即是色手相心事 也孵如是舍离此时出发孔相 不生不灭不苟不尽不增不尽 似乎空中无色无首相心事 无言而闭舍身影 无色深香味出发 无言解乃至无一世界 无明亦无明晴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南摩法华会上菩萨摩和沙历代祖师 请放长 那短短的时间来跟各位随喜赞叹 各位能够来参加读诵 法华经的法会 那大家都知道法华经称为金王 为什么叫金王 为什么叫金王 因为法华经讲的是佛陀的最精髓的一寸的心法 佛陀视线最主要的目的 是要让众生开示误入佛的知见 也就是说佛陀成佛 他重点是了解的 所有众生哪怕他现在在无间地狱 哪怕他现在在做坏事 哪怕他现在是一只蟑螂 一只蚂蚁 但是呢 念一下 众生皆有佛性 众生皆可成佛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想我们皈依大乘佛教 也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 自己一定可以成佛 因为就像我们是个蜡烛一样 我们是个火柴一样 我们是个水 水可以变成喷雾的干露 去利益众生 所以 一定要有这样子的肯定 来对自己慈悲 什么叫对自己慈悲 就是不让自己烦恼 不让自己痛苦 进一步 如何用各种方法 这个叫法画经的方便 用各种方法 法画经里面有七个辟喻的故事 永不舍弃众生的七个辟喻的 用什么方法 引导一个友情 了解他有佛性 最后成佛 包括 对这些 对这些修小秤解脱的阿罗汉 设立佛 在目见年 佛陀呢 都以这个善巧方便 激发他的大悲菩提心 甚至 授记 他将来在什么世界 成就 什么佛 什么名字 等等 所以我想看法画经 最重要的重点 是各位要 记住 肯定自己可以成佛 肯定所有众生都可成佛 所以这就是法画经的 所谓的一秤的教法 很多人说 大秤小秤密秤五秤 那为什么法画经说一秤 那就是最根本的精髓 所以叫精王 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佛陀讲了很多经 针对追求世间福报的讲 人天福报的讲法 对当时候佛陀修苦行的时代 然后给他这种解脱阿罗汉的教法 然后呢 对各种不一样的发心的根系 给予不一样的赤地的教法 包括菩提心的不一样的教法 所以有信仰入门 有智慧入门 有慈悲入门 这个叫方便有多门 但是究竟来讲 那就是要让众生了解 不让自己可以成佛离苦的乐 更应该帮助所有有佛性的众生 然后永不舍弃的 而且呢 以各种的方法引导 叫开示 是误入佛之自见 让他们都可以成佛 特别在这段时间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有压力 肺炎传染病的问题 所以大乘的教育 大家都会背 发菩提心 深信因果 读诵大乘 劝进行者 大家要生起这样子的一个悲愿 来读诵法华经 是发起的大悲菩提心 所以每一个经文都在发光 而且呢 每一个经文都是七色光 融入一 不是光我们自己 或是这个讲堂 或是台湾 也不是光这个世界 而是整个法界 使法界 上供下施 都变满了 法华经经文的加持力 所以这个要发起 这样子的 愿众生都成佛 自己更愿找成佛的菩提心 然后在行为上 各位要深信因果 放生吃素不失 上供下施 各位早上受保安再借 乃至礼佛拜佛 这些断恶修缮 波罗蜜的实践 更重要了 读诵大乘经典 你要开智慧 你要读心经 你要断烦恼降魔 你要读认言经 论邪经 金刚经 所以基本的入门 大家要读地藏经 了解孝顺 这种愿力 所以特别佛华经 最精彩的是普门品 所以光一个名号 一个慈悲的名号 就能够散巧方便 广度众生 所以你要了解 圆满的成佛次第 要去实践 那你一定要读 《华严经》 所以最后回归 一切的修行方法 就融入于 《妙法连华经》 这种度众生的方法 当然《妙法连华经》 最出名的各位 都会背 念下来 穿佛衣 做佛做 入佛式 那各位一个修行者 基本上的特色 就是穿佛衣 是什么意思 来 忍入柔软 永远慈悲 所以就叫 穿柔和忍入衣 所以各位既然会 念《法华经》 你就要发个愿 从今天敬畏来计 别人怎么伤害我 得罪我 我都不会生气 因为对方 还是可以成佛 只是他一时的 无名烦恼 还是素适的业力 现前 而去伤害到 别人或自己 但是你还是 永远不会 舍弃对方 所以 而且会用各种方法 就像一个人 判了事情 你要想尽办法 让他成为无期徒刑 然后呢 甚至陪他 经常在一起 让他懂得改过 然后就会提早假释 假释以后 你工作 又给他安排得很好 最后呢 他赚了钱 有了婚姻以后 让他知道佛法 真实的意义 他成为虔诚的佛教徒 不分在家出家 最后走路成佛之道 所以 也要有这样子的精神 但是你要达到这个精神呢 那你要做佛座 这个佛座就是空性 不执着 无分别的智慧 所以事实上 自性空性像天空一样 天空 本来就可以装载一切 而且虚幻的 所以清静虚幻的 自然的 所以各位最好经常看看天空 那就是我的心态 我到底在烦恼什么 所以 而且变质一切的 天空能够装载一切 天空所放出来的光 而且千百亿变化的 从白天到晚上到傍晚 天空24小时都在变化 但是变化不离开它的 清静的空性 所以要做佛座 所以我们的心态 在念法华经 要时时刻刻 入佛式 佛的心 佛的心就是大悲心 难忍平等 对一切众生的悲心 那当然我们了解 法华经的简单的意思 但是我们读诵的时候 就像在念佛诵经 词咒一样 所有的声音 所有的语言文字 都变成光 去净化整个痛苦的世间 所以 当然能够念诵法华经 那是类协类似的福报 再加上 大家又发一个圆满的菩提心 来受持八观灾戒 然后为了这段肺炎时间 希望各位天天受八观灾戒 最好 所以当然如果出家人 他不想度众生 那当然可以了 在寺庙里面打坐 你晚上不用吃 但是如果出家人要度众生 如果各位来找我说 师父晚上我请你吃饭 我们全家都来 那我就去 如果我只跟你吃饭 我什么好吃的 你们全家都来 我可以跟他聊天聊佛法 我可以跟他讲一些佛教故事 那这样我去吃饭 这个是非常有意义 慈悲的事情 我的意思是说 为了这次的肺炎 那经典都告我们守栽戒 不吃肉 不吃五心 供养三宝 读诵经典 当然没有指定说哪一个 法华经能不能消除肺炎 可以 地上经可不可以 可以 大悲咒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只是有些众生 他就比较执着 念这个才有用 那就随缘 佛教里面 事实上是悲心 慈悲的悲心 可以降服所有一切 当然有善巧方便的 各位可能这几天有空 念一下或明天 灌顶五神王神咒经 世间所有的167个龙王都请出来 来帮助那些千百万亿的 会放毒的 甚至那些山精鬼魅 伤害各种有形人类的 来 请龙王来 试授他们 然后他们就不会 吐毒啊 造成这各种灾难 去制造各种违缘 那当然佛教里面是一个 针对一个因缘 而了解整体的教法 我们也不是针对肺炎 这个世间 太多的病 太多的车祸 太多的心脏病 太多的业 然后呢 但是借这个因缘 我想佛华经里面最主要的一句话 什么叫菩提心 你单独个人承担整个法界生死的责任 不能依靠别人 这个世界就你一个人懂佛法 了解众生有福性 其他没有半个人知道 但是你要有这样的承担 这个就是菩提心的 应该有的心态叫前行 真上意乐 所以我们感谢我们赞德法师 来主持我们板桥碑院讲的 所以 当然我也会 在这边帮忙负责 因为我们楼上还有慈悲基金会 生命电视 我们现在生命电视台北公司 这个基金会也成立在这个地方 因为现在是网络时代 所以必须要非常的敏感度 互动性很强 所以 必须很快速的去传播佛法 快速传播佛法 那我想现在 年轻人很重要 所以年轻人都在看网络 甚至老人也会用LINE 用各种方法 但是看生命电视台的越来越少 但是无论如何 那我们要按照灭化灵活经的善巧方便 利用世间的种种 所以也希望各位多去参与 如果 你稍微有这方面的概念 方法 然后 怎么样去快速的去推动佛法 因为这个世界 烦恼 恶业 这些传染病的速度 超过佛法的速度 用各种各种 所以现在 这个叫什么 逼迫 这个世间不断的在逼迫 我们的身体在老化 那这两天 我认识了几个狮子的老人 我就 哇 你还没留着我 狮子呢 吃饭 你叫什么 不忘记了 给你安门说 你叫什么 所以 唯有各位多读经 思维佛法 才不会让自己提早狮子 所以 至少在生命的最后一秒 我们还懂得念佛 发菩提心 生命的目的在哪里 所以 希望大家 参与了整个佛法 弘法立身的工作 所以我们在各个地方 一直想办法 去成立新的中心 目的就是推动 这边是板桥 还有中河 还有永河 还有断水 还有戏子 还有内湖 大直 我想每个区域都要有更多人 去推动佛教 所以佛法经的重点 就是一种承担的责任 跟各种的智慧方便善巧 如何去普度众生 所以 读众经典的目的 是要把经典的法义 成为你的行为的实践 叫戒律 所以佛教佛陀说 末法实习按照经典 按照戒律 所以戒律就是 普度众生 帮助众生的慈悲的行为 不能间断 但是我们有地长经 华院经 大般若经 各种的经典 做我们的根据 大家这样依法 然后去行为实践 所以在这边 就像各位 各位就像戴着口罩 进了急诊室的 那个医生护士一样了 要有这个承担 这下去可能就再见了 跟家里要告别一下 读经典 修行 要有这个悲愿 而不是说 我读一读 好像有一点功德 好像有一点福报 大概不会得肺炎吧 那我想 这个就不符合 妙法莲华经的 这种入佛式 大悲难忍 承担众生苦 又能够超越的空性 又表现了这种 善巧方便的柔和 这个是佛法的意义之所在 所以 当然 大家的修行 又能够回向给三善道的众生 又能够回向给三土苦的众生 又能够让诸佛菩萨 护法善神欢喜 所以 当然 在读诵的时候 不是刚各位嘴巴在念 当你念的时候 你要观想 诸佛菩萨 包括莲华生大士 护法善神都在念经 都在念经 都在念的佛陀的经 所谓妙法莲华经 也因为 诸佛菩萨的加持 所有的六道友情 包括无间地狱 都因为这个因缘 他们的开口 所以各位在开始经济 妙法莲华经 一两句 一两行 所有众生 包括地狱都超读 你只要念 法华经一两行 就像你念 华言经一两字 就像你念 地上经一两个佛号 他们必定脱离山土苦 我想每一部经 都是一样的 只是我们用一个 正确的信心 发心 来读诵 所以感谢我们赞德法师 特别我们赞友法师 我看他都烧香 烧香也要拼 对不对 大家都努力 然后呢 就希望自己的悲心 所产生的声音 能够净化这个世界 帮助这个世界 所以随喜所有法师 各位居士的功德 阿弥陀佛 好 因为我等一下 我们楼上还要开会 开完会 电视台的 然后我等一下 还要跑别的地方 我比各位更忙 因为我知道要死 就要打拼 意思是说 死亡无常都在我们左右 所以各位 就要把 让自己的生命 充分的去发挥 但是我最近很重视什么 就是说 希望各位 把你所懂的 哪怕在简单的佛法 吃财吗 信任果 就是说 让你的储比隔壁 好不好 你去菜区 要跟他买菜 你要故意跟他讲话 这两天我故意很多时间 故意自己跑去坐计程车 自己跑去口罩戴的 最近可以戴口罩 所以人家认不得我 我都自己去买东西 跟他们接触 跟他们讲话 讲到一半的时候 你感觉我 口罩拿给你看 然后呢 他就印象很深 那天在书间 不用收钱 不用收钱 我说不定 钱我一定要给你 但是呢 你让我有机会跟你谈佛法 而且我送你捷远品 你这台车变道中 我收钱一张 要放在车上 对了 我说不一定 人家不在拜分 你有信心就好了 因为这一部车 至少你在那边念佛 你有佛心 这部车就是一个慈悲道场 我想 不管你是刻印章的 卖面的 那我想每个人都有学佛的机会 我这样的意思是说 希望 我们板桥北宴讲堂 还是各位 都应该积极的 让 你只要碰到 等人事物 特别有情送生 他还没有学佛的 一定要很积极的 用尽你各种的方法脑筋 这个就是善巧方便 法华经的精髓 让他能够入佛门 而且了解佛的正知正见 千万不要消极随便 我做我的 跟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关系 哪怕各位这边念完了 那你要把法华经的精髓 随着你的脚步 坐车回家的过程 有融入在当地的 任何一个人事物里面 那这样才是 一个法华经的一种 心态跟行为的实践 这是最重要的 好 阿弥陀佛 今天我们赞德法师 还有准备结缘品 怕你明天不来 明天最好 要带多一点人来 因为能够读 万一变法华经 没有累世的福报因缘 是读不到的 要创造这个因缘给对方 好 阿弥陀佛 打开生命电视台 打开生命电视台 就是打开您的心 打开您的心 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 呈现出来 把爱 慈悲 平等 清净的智慧 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 打开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 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下一站 长青路 下一站 Changqing Road Station 琳琳满目的手工艺品 陈列在教室中 你知道吗 这些可都是长辈们 亲手制作而成的哦 由上户关爱协会规划的乐龄课程 手作创意 让长者们走出家门 学习手作工艺品 同时活化肢体 延缓失能 有时候说去公园走走 回去也没什么 在这里最多 有时候我们的地区太开 有时候工艺 好像比较联合 有时候在家都没有在工艺 好像坐着看电视 没有电视看 在这里 有些朋友 如果有时候工艺 我们也可以给大家 有些好的 可以收获满满的 就为了我先生 因为他有轻微的趴势金 我也怕他会越来越严重 听人家说 我们金星区 有办老人活动中心 我就自己先来看一看 就说看起来还蛮OK的 蛮真相的 就带我先生来 就是要报名了 就这样 这一阵子 我先生好像改善很多 那我们这个手作课 就是针对长者 高龄者 他们做的一个手作课的设计 那我们的课程内容 会难度变蛮多元的 像有时候我们会做纸翼 或者是一些毛线 就是主要让长辈去活动 他的手指头 然后去刺激他的木梢 那现在冬天快要接近了 所以我们就会叫长辈去做围巾 那他只要需要用它 他的手指头 用手指头 他就可以去做一条围巾出来 然后同时他也可以去活动 他手指的关节 所以这个东西 不仅当长辈可以活动到 然后他们做出来的成品 我们还可以拿去义卖 做一些工艺的活动 上湖关爱协会 将勒林课程与社区关怀做结合 让这些手工艺品的温度散播出去 送给有需要的人 或是作为爱心意卖的商品 过程中不仅是勒林学员 可以得到成就感 也创造了社会工艺 我们是计划 要买学肌 要买什么 买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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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年 新养饿必製书府 要墅来学习的时候 就是相样的 互动一百条 只需要很多条 都不夭买都没有 他們可以真的從手工當中看到他們完成的一個成果 那這個成果對他們來講是非常開心的事 因為他們可以完成一個作品 那事實上每一次的課程都會有不同的作品呈現 那重點就來了 如果很少的話會很珍惜 那很多的話會變成 那這麼多的狀況之下 怎麼去處置這些那麼美麗的作品呢 因為那就是獨一無二的一個精神呈現 後來就想告訴長輩說 你可以選擇一兩項帶回家 讓我們的子女分享 那是剩餘的部分 我們就可以結合我們社區關懷 送給需要的人或者是弱勢的人 長輩一聽到這個說 我的作品可以幫助別人嗎 當然是可以啊 所以他們認為說 原來我還有能力為這個社會 多做一些服務跟貢獻 所以他們就很熱情的參與這個 我們就把這個平台結合起來 有學到很多 就是說就是像我們 比方說吃這些 你就是要弄頭腦來想說怎麼吃 啊吃這些有什麼意義 吃這些我們可以有一些長輩 他們不能出來啊 可以拿去關懷他們啊 他們這邊的關懷的中心相當好 所以善後對長照的一些老人 沒有辦法出來 把這些天氣冷啊 還是那個都會可以送給一些長輩 讓我們很有意義 就來了 都剛好草頭要過年 就那時候就協作圍巾 就參加了一賣 大家都滿喜歡的 他們喜歡我們做的人 感覺很有成就感 尤其是他們生活這邊 他們對我們這些老人都很難照顧 就是跟長者的互動方面 我覺得因為現在就是高齡化的社會 對那長者會越來越多 其實政府也很專注在這一塊 就是在照顧高齡者這方面 對那我們做這樣的行業 就是希望說 越來越多的長輩 他可以得到照顧 然後延緩這個失能的風險這樣子 對所以我非常開心 可以做這個工作 對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